新冠疫情在国内已经基本控制住了 与此同时 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也早已拉开了序幕 最近许多省份都纷纷宣布要发消费券了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消费者进行消费 尽快推动各行各业恢复正常运行 至于为什么各省如此心急的要刺激消费 咱们还得来看一组数据 前段时间的一些新闻可能各位也看到了 一些中小企业由于疫情期间毫无收入 难以维持正常运转最后宣布破产了 如果说中小企业破产是由于自身实力还不够强劲 那么各行各业的大公司的情况就更加能够证明 这次疫情对于经济的重大影响了 以海底捞为例 1月26日到2月15日之间 海底捞全国范围内的门店都被暂时性的关闭了 据海底捞统计 在这短短的20天之内 公司所遭受的损失就已经高达50亿元 平均每天损失2.5个亿 除了自身产品本身火爆这一因素以外 造成如此巨额损失的原因 还有一个那就是春节 对中国人来说 春节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一年辛勤劳苦 这个节日就成了犒劳自己的最佳时期 2019年 全国餐饮行业的总收入是47000亿元 而这一数字之中仅仅春节期间的消费额 就占据了15% 可以说春节期间全国的消费量给各个餐饮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利润 正因如此 疫情期间的企业本身就遭受着损失 再加上春节期间原本可以获得的巨额利润 更加导致企业损失惨重 也正因此 如果这些企业仍然是捞不到油水 那破产的只会越来越多 而如果仅仅靠消费者的自身消费意愿 社会消费也可以恢复 但会十分的缓慢 截至目前 郑州 南京 嘉兴 杭州 重庆等几十个城市 以及辽宁 江西 河北安徽等多个省份 都陆续宣布将发放消费券 而这些地区所发行的消费券的总价值多达几十亿元 这些消费券的种类也有多种多样 有通用券 餐饮券 旅游住宿券等近十个类型 基本上满足了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需求 咱们刚才也说 各地区之所以发放消费券 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快社会消费的恢复 那具体能提高到多少程度呢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 消费券对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杠杆效应 大致为十五倍 而促进的幅度平均约为百分之十 因此各地区发行的这些消费券 被认为将促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消费 从而进一步推动复工复材 让社会运行进入正常的轨道 不过一些人士也认为 消费券的确能够在短期范围内促进消费 但长远来看 尽快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提高中校城镇的发展水平 才是提振消费的根本举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